索1500万,赖素如120万交保,马清廉形象崩盘 总统马英九秩许清廉治国,但团队大将林义士与李朝青却相继涉贪遭起诉 如今年马的国民党主席办公室主任赖素如也因在双子新开发案中 涉嫌向业者索汇1500万,并收下100万钱金 今天凌晨遭法院裁定以120万交保 检调查出,太极双新团队幕后金主陈宏道,为取得开发案 涉嫌透过太极双新顾问贾儿庆,早北市议员在议会中替双子新开发案护航 2011年9月,透过赖素如哥哥的换铁兄弟彭建民,找赖素如试探意愿 他开价1000万,按136,分100万、300万和600万分批付现 隔月,彭建民拿100万给赖素如 赖素如便在议会中,以质询和提案方式护航 待他的提案一读通过后,他要求第二阶段先付400万 再追加500万,打点5名议员 但恶毒前,国民党团主动删除他的提案 陈宏道认为恶毒未过,没再付钱 还在电话中质疑 大小姐缩手没把握 遭检调监听,并派狗仔队跟监 派到赖素如和彭建民相约捷运站谈交易 检调前天收网后,比对汇款金流 及太极双星董事刘文耀和彭建民的公词相符 预订两人各30万元交保 而赖素如原本否认拿钱 在检调弹出证据后,又改口是选举捐款 还变成已退还并无不法 陈宏道也否认行贿 变成100万是公关费 法院凌晨裁定,他和贾阿庆分别以30万10万元交保 赖素如昨晚透过律师正式向国民党表达 请辞中常委及主席办公室主任等党职 对于赖素如涉贪 马英九发声明表示,感到震惊与痛心 他也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 向全体党员及国人道歉 动新闻台北报道